零基础学简朴,今天我们教大家来学习《君中绿花》这首歌曲 我们来看一下《刀等于降臂》,这个表示降臂调,调号 我们唱谱的时候也不用管它,跟伴奏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跟伴奏的调一致 《刀等于降臂》表示降臂调,四分之四,这是拍号,拍字记号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一小节唱四拍 下边的四表示四分音符为一拍 四分音符我们通常给大家说,导人密发萨拉西单独的出现在歌谱中 就叫四分音符,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那么这种单独的音四分音符一拍,单独的四分音符一拍 我们所有的这种单个的音,单独的音 导人密发萨拉西单独写在歌谱中就叫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唱一拍,每小节四拍,竖线叫小节线 两条小节线中间就叫小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好的,那么我们看四分音符是一拍,给它后面加上一条线 本身一拍加一条线叫增实线,增加一条就增加一拍 它就唱两拍,这种音符就叫二分音符,唱两拍 我们可以不记它的名称啊,只要知道后面加线 表示延长音的增加时间的,增加一条就给它增加一拍 那么这个拉呢,本身一拍加一条加一拍,加一条加一拍 加一条加一拍,四拍,所有的这些加三条线的都是四拍 这个名称叫全音符,我们也可以不用记它的名称啊 只要能够唱中它的实纸就可以了 好,大家知道后面加线表示增实线 那么再看下面加线,下面加线意思就相反了 它表示解实线,每增加一条解去原来实纸的一半 原来唱一拍,现在解一半,它就是半拍 把这种下面加一条线的音符叫八分音符 那么两个八分音符,组合的节奏 我们把它叫做二八节奏型 这是咱们今天学的第一个节奏,大大 二八节奏啊,我们今天学的第一种节奏型 二八节奏大大大大 把所有的二八节奏咱们都可以快速的拍子给它画出来啊 二八节奏大大大大大大 那么这一刻中呢,二八节奏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吧,其实每一首歌曲里边 我们都可能几乎都能够遇到这个二八节奏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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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把所有的二八节奏都给它画出来 举一反三啊 好,学会二八节奏之后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节奏 这里呢,四幅音符,但是它后面加一个点 就叫负点四幅音符 负点音符,大家记住十个字 负点加谁后,延长谁一半 本身它唱一拍,加在它的后面延长它的一半 就唱一拍半 后面的八幅音符,八拍 那么这种呢,叫大负点节奏 大大,总共唱两拍啊 我们今天学的第二种节奏 写大负点 大大,一共唱两拍 第二拍抬手的时候 再唱后面的八幅音符 大大,大大,对吧 把这个负点四幅音符大大给它画出来 好,这里还有大大 那么除了这个节奏以外呢 我们看这里呢 还有一个小幅音符唱半拍 幅音符加它后延长它的一半 十六幅音符唱四幅之一 这个是小幅音符唱长 十六幅音符唱短啊 下面加两条线的叫十六幅音符 那么加一条线是半拍 再加两条线呢 半拍的一半啊 叫十六幅音符 这是我们今天学的小幅音符 节奏 幅点差长 十六幅音符唱短 大的 这个是大大大的 一定要把它呢 区分开 好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个节奏 叫大切封的节奏 八幅音符半拍 四幅音符一拍 八幅音符半拍 哎 对吧 还是三个音唱了两拍 那么我们就要找住关键点啊 大大大 这个大切封的节奏啊 大切封的节奏 一共唱两拍 一拍 两拍 第一拍 我们下来抬手唱四幅音符 第二拍 抬手 再唱后面的半拍 大大大 大大大 对吗 这就是咱们这 啊 这节课呢 就是这四种节奏型啊 大家呢 反复的观看咱们的视频啊 把这个节奏呢 给他学会二八节奏 大大大幅点 大大小幅点 大大大切封 大大大 是吧 啊 那我们呢 把这个唱歌谱的时候呢 把拍子画出来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融速的画着拍子来唱啊 你就格据你画的拍子 拉 米 来 米 到 西 拉 是不是啊 你刚开始可以速度放慢一点 然后呢 我们由慢到快 最终呢 把这个节奏给他练习熟练 那下边呢 我呢 稍微的我们以一个中 中等的速度 给大家呢 来试唱一下 这首歌谱啊 我们画着拍子 来试唱一下这个歌谱啊 一定要保持速度均匀 来 咱们来唱一下 啦 简单吧 对羽绒素的画质拍子 把它多唱几遍 好的 反复观看视频 学会放入捷克的知识点